再看晚間最新 就在晚間八點多 陳志忠假釋出獄 今年可以回家吃團圓飯 跟父母陳水扁 吳淑貞團聚過年 妻子黃瑞靜親自開車 接老公出獄 陳志忠被控協助母親吳淑貞洗錢 加上未證罪判刑定業 遭法院裁定執行一年兩個月 去年五月入監之後 至今前前後後 一共復刑九個月 陳志忠穿著一身黑 身上帶著三個大袋子 裝著私人用品跟書本 步出高雄第二監獄 面對記者詢問是否要回家 和父親陳水扁團聚 他表示 他現在回考班那邊 謝謝 謝謝大家 面對任何問題 陳志忠都沒有多做表示 只不斷說著謝謝 這些都是你獄中看的書嗎 謝謝 好 妻子黃瑞靜開車來載老公回家 但全程都沒有離開駕駛座 陳志忠匆匆匆上車 兩人立刻駕車離開 高雄市前議員陳志忠 被控協助母親吳淑珍洗錢 加上為這罪判刑定驗 最高法院裁令執行一年兩個月 在一百一十二年五月入肩服刑 今年陳志忠過年年前申請假釋獲准 台灣高等法院才准保護管束 六號晚間八點多 陳志忠假釋出獄 前後一共服刑九個月 今年他可以回家吃團圓飯 跟父母陳水扁 以及吳淑珍團聚過年 我們有什麼話要對父母親說的 謝謝 謝謝 高雄二間二月六號共有七人假釋出獄 過年前合計將有十七人 至於全台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 到今年的二月 將累積假釋一千零六十一人 其中一台中一百零六人最多 九州十五年前辦理釋放 讓數行人能回家與家人過個好年 記得蘇維廷 呂昭燕 SNG小組 高雄報道